飛撲叫球讓對手措手不及 帶進個人紀錄再攀高峰 坐穩世界球後寶座 逮到高球 條約扣殺到對手右側 成功贏得比賽 宇船王子周天誠是台灣第一個 在世界羽連超級系列賽奪冠選手 台灣體壇好手目標鎖定2020 參加東京當然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參加的 東亞清雲被迫取消 如果獨派再堅持東奧證明台灣隊參賽 選手辛苦訓練恐怕白費 會不會擔心就是之後奧運也會 台灣也會受到一些阻撓 然後影響小孩子的參賽權 我覺得不可能 交出翻滾板男孩的教練林玉信 坦言國際賽事用台灣隊參加真的行不通 因為國際奧會5月舉行執行委員會議 就已經決議不准中華奧會變更名稱 獨派魯莽行為受害者 卻是魔刀霍霍的台灣選手 東亞清雲被迫取消 外界把矛頭指向濟證 由他領銜提出2020東京奧運 台灣這名公投二階段仍在連署當中 目前進度百分之二十一 連署數量七萬三千七百九十四份 距離三十五萬份足足差了二十八萬 每個人我們都不會去用台北市長名義 做一些政治表態 但是我是尊重說我們還是民主自由的社會 所以每個人都表達他理念的一個政治信念的一個權利 不認表態連柯文哲都覺得姿勢體大 東澳罕證明清雲先被取消 青少年選手常盡苦果 如果再因為獨派堅持影響奧運出賽圈 反而害了奴隸為國爭光的選手 責任該由誰承擔 記者黃家瑋 文文軒 台報報導